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您水笑 第1105章 古人云 莫无忌虚空一抓 半月重疾就落在了他的手心 然后他慢吞吞地说 你说对了 天津泥就在我手里 有本事来抢啊 蒙也扶沉一扬 卷起一碗白色沉思 卷向了莫无忌 你是我见过站在三圣面前 最嚣张的河神蝼蚁 希望你有资格说刚才的话 蒙也突然顿住了 他发现自己的一碗沉思 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 轻松将莫无忌倾铺住 莫无忌的半月重疾 化作一碗急忙 和蒙也这卷出的一碗沉思 相互绞杀在一处 虚空之中 卷起了滔天的神源激荡 如果不是莫无忌和蒙也 都不想杀了月明 在飞梭里的月明 恐怕早就被撕成了粉碎 至于莫无忌脚下的飞梭 在二人神源领域和神通的撞击之下 早已化作了几分 月明自然之道后退 在这样等级的大战之中 他若是还混在里头 就是找死而已 他并没有逃 于是他知道 就算逃 莫无忌输了之后 蒙也散盛 也能轻松抓住他 第二是他更想知道 莫无忌是如何进入诸神塔 又是如何在诸神塔救人 在月明退出了一段距离后 莫无忌和蒙也的神通撞击 更加猛烈起来 虚空在二人的神源神通轰击之中 不断出现出一些细小的痕迹 果然有几下 万物化沉思 一切尽续患 蒙也浮沉中的一碗沉思 忽然幻化成了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一切紧接烦恼 与其生存在这烦恼之中 还不如放下烦恼 化作虚幻 如果不愿化作虚幻 那就得慢慢用自己的智慧 去解开这亿万烦恼思 莫无忌立刻置身于烦恼思之中 他第一时间就清醒过来 他十分诧异地看着周围的 亿万沉思事件 这老小子 居然拿他最得意的凡人界神通 来对付他 在他面前摆弄着异境神通 简直就是扳门弄佛 面对无穷无尽 过袭而来的烦恼沉思 莫无忌自然不甘化作虚幻 他不但没有退缩 反倒一步跨入了 无穷无尽的烦恼思之中 他抬手一直点出 人世间 莫无忌的人世间神通 一直是用来对付修士的 而这次他居然用自己的人世间神通 对付蒙野的神通烦恼沉思 人世间中紧接烦人 生死念灭 烦恼开心 都是烦人之一念 烦人在世只为生存 别和我说什么人生道理 也别和我说如何解开亿万烦恼思 我是一介烦人 我没有大智慧 在这烦人世间 我只希望生存着 与其用自己的大智慧 解开烦恼沉思 还不如一把火 烧尽一切纠缠交道的沉思 过得简单又平凡 我没有必要 解开烦恼沉思 清金之心给我烧 一团火焰爆料起 卷出了万丈高空 那亿万密密麻麻的烦恼沉思 在这人世间之中 被一团火焰燃烧殆尽 一切都清朗起来 虚空也变得干干净净 蒙野没有继续动手 他平静地看着墨无忌 你虽然是和神 却有资格在我面前 说那些话 我相信就算我能击败了你 恐怕也很难杀你 墨无忌不懈地说 老道 你不装会死吗 就你这样子 击败我 别做梦了 这些拥有神尉 高高在上的人 每一个都是 别人的生命如蝼蚁 对这些神尉者 墨无忌可没有半分好感 他若是要对人动手 至少还需要理由 但很多神尉强者的杀戮 完全在其随意之间 寻常修饰在这些 有神尉的强者眼中 根本就形同 凡人眼中的鱼虾一样 墨无忌也猜测 自己应该还打不过他 不过相差并不大 而且蒙野想要杀他 那是痴人说梦 如蒙野这般强者 虽说视别人的生命如蝼蚁 但同样拥有极大的气量 墨无忌这种话 根本无法激起他任何愤怒 他仍旧欲气平静地说 这只是一个分身而已 你赢了也不足为喜 听到眼前这蒙野不过是个分身 墨无忌心中一沉 一个分身就如此厉害 那真正的蒙野 能强到何等地步 不过墨无忌很快反应过来 蒙野说不定和昆韵一样 只剩下了一个分身 也说不定 我告诉你诛神塔的来历 你能否将天机泥给我 蒙野也感受到了墨无忌的心思 他淡淡地说 墨无忌冷笑一声 你的消息最好之前 是教义 不是让你平白无故地给我 我相信我身上有你需要的东西 只要你提出来 我就有可能帮你弄到 蒙野看着墨无忌 他表情平静 看不出任何的波动 但是墨无忌 就是能感受到他的激动 这完全是因为 墨无忌对宇宙规则 全部都有一定理解 所以才生出了这种感受 他可以肯定天机泥 对蒙野非常重要 蒙野不是打不过他 而是担心他转身就走 因为蒙野也没办法束缚他 以他封盾术和五行大盾 再加上缩地成寸 如果他想走 蒙野的真身还在 也不一定能抓到他 蒙野为什么对天机泥的出现 如此激动呢 唯一的解释 就是蒙野说的是真话 站在这儿的 只是蒙野的一个分身 而且蒙野只剩了这一个分身 蒙野的本体和其他的分身 说不定在上一次亮节中 已经溃散了 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分身 所以才很是电挂天机泥 只要弄到了天机泥 他就很可能恢复本尊 蒙野一张手 一个石吨落在了莫无忌身侧 他自己也抓出了一个石吨坐下来 然后又随手挥出了一个浴壶和一个浴杯 倒了一杯青色茶水送到了莫无忌面前 这是我偶然在宇宙中获得的一些宇宙 宇宙远随道友尝尝如何 还未请教道友如何称呼 宇宙远随 这可绝对是一等一的修炼宝物 莫无忌毫不犹豫将面前的浴杯抓起来 一迎而尽 一股淡淡的清凉液体 瞬息充满莫无忌的每一条脉络 无穷无尽的天地元气自然滋生 莫无忌怀疑 如果他现在开始修炼 他将很快突破河神一层 好东西 莫无忌忍不住赞道 蒙也见莫无忌二话不说 一迎而尽 他甚至愣了一下 他还准备等着莫无忌不喝 然后他抓过来一迎而尽的 宇宙远随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在宇宙星空无数年 他蒙也也没能获得多少 导游果然是豪情万丈 居然不担心我下毒 蒙也忍不住大叹一声 对莫无忌的观感也发生了改变 别看他根本不把别的修士小命放在眼中 但是遇到莫无忌这等豪爽之人 仍旧是忍不住心中赞叹 莫无忌心中冷笑 下毒 他还真不知道宇宙之间有什么毒是可以读到的话读落的 多谢盟友道友这辈宇宙远随 我叫莫无忌 一介散修 莫无忌抱拳淡淡说了一句 他认为自己和蒙也这种人绝对不会成为朋友 就算是有交情 那也完全是交易上的来往 莫道友年龄应该不大吧 不知是否也是从刚刚修复的那个神界出来的 一听蒙也的话 莫无忌就清楚 蒙也肯定是因为神界规则修复 获得了大量好处 所以才让他这个分身拥有了现在的实力 前辈叫莫无忌 没有走远的月明激动地走了过来 莫无忌点了点头 没错 我就是莫无忌 你认识我吗 月明忽然跪了下来 月明见过恩人 我并不认识你 什么时候是你恩人了 前辈是我师父的救命恩人 师父 你师父是谁啊 我师父纪理 他告诉我 任务一定要找到平 说到这儿 月明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看了眼蒙也 止住了话头 莫无忌一听到纪理 赶紧说 你师父纪理现在可好 他是随手救了下纪理 但他欠下纪理的人情 可是非常之多的 月明闻言哽咽道 我师父隐落了 不朽凡人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未经许都是无法幻想起来的 未经许是什么 也许是什么